詩篇第八十三篇 《阿薩的詩歌》 神呀,求祢不要靜默, 神呀,求祢不要閉口,也不要不造聲, 因為祢的仇的圈揚,恨祢的抬起頭來, 他們同謀奸詐,要害祢的百姓, 彼此相矣,要害祢所隱藏的人。 他們說,來吧,我們將他們剪滅, 使他們不再成國, 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紀念。 他們同心相矣,彼此結盟,要抵擋你, 就是住帳鵬的以東人和以實馬利人, 摩額和下甲人, 加巴勒、亞門和亞馬力、 非利時並推羅的居民, 亞術也與他們聯合, 他們作羅得子孫的幫手。 求祢代他們如代米顛, 如在基順河代西西拉和耶賓一樣, 他們再忍多以滅亡, 成了地上的奮土。 求祢叫他們的首領將俄立和西伊伯, 叫他們的王子都將西巴和薩姆拿。 他們說:「我們要得神的住處, 作為自己的產業。 我的神啊,求祢叫他們將旋風的塵土, 將風前的碎界, 火怎麽焚燒樹林, 火焰怎麽燒著山領, 求祢也照樣用狂風追趕他們, 用暴雨恐嚇他們。 願祢使他們滿面羞恥, 好叫他們尋求祢耶和華的名。 願祢永遠羞愧驚惶, 願祢慚愧滅亡, 使祢知道, 唯獨祢名為耶和華的, 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。 在這裡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